現在連中國的中央政府 又開始直升機撒錢 而且又是一兆 你要買房子 我貸款給你 欸 聽起來不錯吧 好 可是問題就是 還是一樣的問題 貸款不用玩錢了嗎 中國告訴你 哇 我十月份的社榮數字 你去年還要來得高 可是其中一個很關鍵的數字 叫做民眾的借錢 其實是不成長的 更何況 大家不敢買房子 除了我沒有錢之外 買房子還怕一段一件事情 建商倒閉 在視差程度 居然有一個你非常的勇敢 他就覺得 我已經把我一輩子錢都砸進去 我現在又要來回樓 我不住都不行 硬著頭皮搬進去 白天看起來很亮沒有問題 一六月以後呢 根本整個不只是他那一棟 是整個社區 通通都像鬼城一樣 中國的房市 以前說到中國的房地產 它可是推動中國經濟 非常重要的引擎 可是一場疫情之後 到現在中國內需沒有恢復 整個房市交易也都激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中國高官說 大家還是要對我們中國房市保持信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有三億農民工 還沒有買房啊 所以房地產還有發展空間 那這裡先給大家科普一下 什麼叫農民工 他介於農民跟民工之間 他其實是在農村有戶籍 但是呢為了討生活 所以人就跑到了大城市謀求工作 好可是這樣子的一群人 你覺得他買得起房嗎 因為我們來看看這個數據 這個是去年 中國農民工的月收入 平均在兩萬台幣 兩萬台幣 他可能還要寄回家鄉 養老養小孩 那能存到多少錢呢 再來更現實的問題是 九月份新建住宅平均價 一坪是將近二十四萬台幣 好了那你說我每個月兩萬塊的收入 一整年要不吃不喝才買得起一瓶 所以你叫農民工買房 要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 我們要來請教一下朱老師 這是不是有點何不食肉迷 好我們先看講這句話的人是誰 來頭可不小 他是中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辦公室的副主任 而且同時也是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副主任 也就是說一個是國家的職位 一個是黨的職位 都是副主任 他叫做楊偉民 所以以這樣子職位的人 講出這樣子的話 當然讓人家覺得你不食肉迷 那就有網友諷刺說 如果照你這個邏輯 那中國有十四億的人民 沒有私人飛機 那中國的飛機製造商 更有前途啦 是不是 那想也知道嘛 哪有可憐 為什麼他們沒有房子 當然就是買不起嘛 所以這回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到中國網友就開始痛批了 你真的是缺德啊 那剛剛傑宇給我們數字 你看到說去年農民工 這樣平均收入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嘛 可是這真的是實際的數字嗎 我們看到在已經過世的中國的前總理 李克強 他在幾年前真的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他說中國有六億的人口 月薪其實連一千人民幣都不到 這個數字是不是跟剛剛說的兩萬新台幣 落差很大 一個月才四千多塊台幣 對 那請問你怎麼買房 在剛剛我們看到中國現在的房子 這個價錢 所以就有網友說 哎呀 可以啊 你看我買那房價降到五百人民幣一平方米 因為中國都是用平方米來計算 如果降到五百塊我來買 你不可憐 如果中國房價降到五百塊 中國早就完蛋了嘛 所以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可是問題就是大家都知道這不可能 但是中國政府卻真的要這麼做 你不要以為他們只是說說而已 最直接的 你看到浙江省就做出了第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我們知道中國他們對戶籍的管理 是非常非常嚴格的 不像我們在臺灣 你搬到哪就搬到哪裡 戶口就牽過去就好了 中國不是 你難可以去那邊工作 就如剛剛直接提到的 你難可以到達城市工作 可是你的戶籍還是在你的老家 對 你搬不過去 你要在這裡買房子 非常的困難 到達城市買房子很困難 但是浙江現在開了第一槍說 全浙江省解除落戶的限制 除了他們的省會 杭州市以外 其他地方 你只要願意你都可以來 這指的是說 我可以很容易的在浙江買到房子 還不只這樣子 剛剛我們說的是地方政府 現在連中國的中央政府 又開始直升機撒錢 而且又是一兆 之前才砸了一兆 現在又來一個一兆 人民幣做什麼事情 你要買房子 我貸款給你 聽起來不錯吧 可是問題就是 還是一樣的問題 貸款不用還錢了嗎 要還嗎 這是最直接的問題 所以你說民眾是因為我借不到錢 所以我不買房嗎 當然不是這個問題 如果只是這樣子 那就好解決 那你今天直升機撒錢就有問題 可是問題就不是 我們給大家兩個數字 中國現在民眾的儲蓄率 居然比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還要來得高 二零二零年我們知道什麼問題 新冠疫情爆發 你想因為封城 所以我有錢都沒地方花 所以儲蓄率上去了 可是我們都知道 現在中國早就解封了 那你為什麼還不花錢 儲蓄率又變高了 我對未來擔心嘛 所以我趁我現在還能賺 我就存錢 我根本就不想花錢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再看到中國告訴你 我十月份的社榮數字 創了比去年還要來得高 社榮叫社會榮資 可是其中一個很關鍵的數字 叫做民眾的借錢 其實是負成長的 我民眾根本不敢花錢 不管我花在哪裡 我就是不敢借錢 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 更何況大家不敢買房子 除了我沒有錢之外 買房的還怕遇到一件事情 建商倒閉 這也是大家現在不敢買房子的最大問題 就算我有錢我要買嗎 我買到結果是爛尾樓怎麼辦 中國的爛尾樓問題 我們在過去真的講的有夠多 有夠多了 那這時候小老百姓 我終其一生的儲蓄 我一個所得 我買了一間房 結果遇到爛尾樓 你怎麼辦 是不是有一些案例 可以帶大家來看一下 對好 正常情況 如果這是爛尾樓 裡面沒水沒電沒瓦斯 你根本不會住進去 可是你看到在四川程度 居然有一個女的 非常的勇敢 他就覺得 我已經把我一輩子的錢都砸進去了 現在遇到爛尾樓 我不住都不行 我硬著頭皮搬進去 所以你看他這個圖片裡面 或是我們看到影片裡面 白天看起來很亮 沒有問題 一入夜以後 根本整個不只是他那一棟 是整個社區通通都像鬼城一樣 可是他自己的房間有電 很神奇 對不對 他接工業用電 自己想辦法 而且他還砸了一筆錢 自己做了一些簡單的裝潢 可是大家網友就說了 你真的是好大的勇氣 第一個因為沒有電 但是好在電梯還有當初施工用的電梯 所以他可以做施工用的升降梯 上下進入他的房間 第二個 雖然你有工業電用的電 請問你有沒有水 沒水 你有沒有瓦斯 沒有瓦斯 那你一個女的住在那邊 空污保全 有沒有 當然沒有 當然也不會有管理員 你自己住在那裡 你安全嗎 我們就不要說女生 男生叫我住在那邊 我的鼻子一串 嚇到不行 所以你說他怎麼辦 你以為他願意嗎 沒有辦法嗎 我已經竭盡我的所能 買了這間房子 遇到這種問題 我如果不住進去 我得租房子 我又是另外一個開銷 那我當然知道 硬著頭皮住進去了 好 所以我們看到了 其實現在整個中國房市的狀況是這樣 很多人買不起房 要不然就是買了以後踩到雷 這有沒有比較